一族服饰 他就像一族人的皮肤一样 是最直接的一个民族的识别符号 同时也是一族人 前百年来祖先们的智慧的结晶 现在有可能传统的服饰文化 离生活越来越远 我希望他依然可以在当下的 这种追求简便的节奏当中 他依然能活得特别的好 甚至更放出光彩 一套传统的圣装 它的制作流程是特别的繁琐的 从剪羊毛开始 就是手工完成 遗族服饰包含了多项非无知文化遗产 首先遗族羊毛纺织和感染记忆 把平铺好的羊毛一并卷起来 用双手往返用力的肉搓 粘化成片 毛纺织是将羊毛扯为毛绒 这样一搓一拉一捏就碾成线 还有遗族服饰上的传统的刺绣衣袖 可以说一套衣服好看不好看 绣花很重要 因为遗族人刺绣是不会草图 不用耻规的 看到什么就是绣什么 都是生活中很常见的日月星辰 动物植物等等 辛苦了 忙起来 我们之前的款都比较时尚 这次我们这样做的这个系列的话 传统员是非常的浓郁 自己从小在遗族的村子里长大 跟在妈妈的身边 穿着妈妈做的衣服 妈妈在绣衣服的时候 就会把边角料和五颜六色的线 拿给我们做玩具 慢慢地耳濡目染地 就选择了那么一项事业 遗族姑娘都会至少存着三代的服装 至少 这里是号称成坤县上 遗绣第一村的嘎鼓村 嘎鼓村的绣娘们不仅绣工好 绣活也特别多 那现在嘎鼓村的绣娘们正在帮我绣 我下一季的新品 这些绣娘们他们会什么 祖辈们一直传承的技法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在依着他们的这样的公益 让他们没有陌生感地融入进时尚生活 时尚的一个行业当中来 他们可以在深山里住着 也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手艺走向千家万户 走向世界 我这次系列的作品的主题 一切皆有可能 成果工艺不必再去迁就我们的设计 那设计呢也用不着 因为要复合这个传统工艺 而减弱自己的这种艺术性和商业价值了 我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想传承的不仅仅是记忆 文样以及一种习俗 我更想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传承 虽然我是特别的普通的一根麻绳 我希望这根麻绳它能完成一个使命 能把我从小感受到的一种文化的魅力和温暖 以我作品的方式表达出来 让更多的人去感受这一份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是四川飞仪传承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